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佛丽莎 我是Ethan 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 最近好像一个政坛界里面发生了一个特别娱乐的事情 就AOC 大家都知道吧 这个根本就是国会议员里面的顶头戏精 在她的身上呢 她演出了好多部戏 一个是她什么住在波多黎各的阿布威拉的事情 然后还有呢 在国会里面啊 说1月6号怎么怎么地 大家要杀她 结果后来证实她根本就不在啊 所以这个就是蛮口谎话的这样一个女人 那她呢对红州特别不友好 尤其像是什么那个佛州的州长啊 更是她时常攻击的对象 Ron De Santis 就跟川普一样的 然后那时候Larry Elder参选的时候 他也有说Larry Elder 他就是跟川普一样 然后这些人就是白人至上 种族歧视 然后呢 充满了歧视的一个人 然后他们就是导致美国现在不平等 不公平 不多元的一个货水吧 就是说美国有这些人那就完烂 你就看到美国越来越烂 为什么 因为就是这些人的存在哈 那他当然对这个COVID-19 就是这个新冠疫情这个事情 他也是非常生气的 他就说你们佛州为什么不lockdown呢 多危险呢 多可怕呀 你根本就不在乎人的生死嘛 对 结果呢 发生了一个傻事 在1月1号这个新年假期的时候 他带着他的大白男朋友 跑到佛州去度假去了 不光他去那度假呢 在那个佛州享受这个自由新鲜的空气呀 去喝饮料还干嘛呢 他还有这样的爱好啊 他跑到那个变装皇后的那个酒吧 然后大家在那边有一个活动 就人还蛮多的 就他去了之后让人发现 他根本就没戴口罩 但他去了还挺有面子的 就人在台上还说 AOC来了 然后他啊 还跟大家挥手啊什么 就好像是个名人 跟大家那个线下的见面会那种感觉 对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 就他们完全没有什么社交距离 哪有社交距离 又抱啊 又亲这个地方之类的 真的就是一点什么社交距离都没有啊 所以他是左派里的极左啊 AOC 然后他每天都一直在吵说什么 社交距离呀 口罩啊 疫苗啊 lockdown啊 怎么样 结果他自己跑到佛州 他所有说的那些事一个都没遵守 而且他妈就住在佛州 yeah 佛州好危险哦 州长好坏呀 为什么自己妈要住在佛州啊 赶快搬走吧 为什么不搬到加州来呢 AOC你不是在纽约吗 为什么不搬到纽约去呢 他就是一个完全往左派发展的一个人 然后他就觉得说 任何不同意他的事情 就是阻止进步的一个东西 那Ron DeSantis现在等于是共和党 除了川普以外声音声势最大的一个人 然后声势最高的一个人 然后最注重自由 然后最敢于对这个联邦政府 对拜登政府进行一个抵抗的一个人 然后现在他遭受所有的民主党的攻击 那AOC就是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枪吧 对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很多人 这样人虽然他嘴上喊的很厉害 然后每天都站出来反对这些东西 但问题是他们没有人能够做得到 为什么因为他们也不喜欢戴口罩 他们也不喜欢被隔离在家里面 他们就是喜欢到人多的地方不戴口罩 然后像以前一样正常的生活 这一切都是为了他们的政治的agenda 所以他们才被迫要那样去说 那其实这样的例子还蛮多的 除了AOC之外 我们可以看到Nancy Pelosi洗头事件 对他全国封城的情况下 没有戴口罩去洗头 然后就被拍下来 对那时候是理法店全部不能开 然后全部都lock down 那Nancy Pelosi就是说去国会 对我要把我自己最好的一面给大家看 所以我要去做头发 对对对对 在那间那间店是关门的情况下 他跟那个理法师约了之后 然后去那间店洗头 所以那个时候基本上是来讲 疫情是最严重的时候 而且是最让大家害怕的时候 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发布所有的命令 他们自己不遵守 那还有另外一个人吗 还有那个Tory Butch 他也是就是说必须要去开会之前 然后他一定要去洗头 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对于洗头发 有个很不一样的执着 就是他一定要大家没有洗头的情况下 然后他自己去洗头 因为这个是有钱人或者是贵妇的生活之一吧 就他们可能完全没有办法理解说 啊不去发廊洗头 那我要怎么出门 这些当然是理法师要来做的 就有很多人说啊我不做指甲怎么办 不做指甲我就像没穿衣服一样 这是贵妇的生活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要的是三餐温饱 人家已经上升好几个财劲了 所以你们要Nizi Nails 所以大家要Nizi Nails 让我们提前体验一下贵妇的生活 人家贵妇都咋做的 咱也不用像他那么奢侈 夸夸一去做 做个指甲在那做两三个小时夸夸夸花花一百多钱 不用 只要你登陆Nizi Nails网站 你看你喜欢傻伞的指甲油 你就买回来你自己做搭配啊 自己就能弄出非常好看的指甲油 不光可以自己弄呢 还可以给婆婆弄 给妈妈弄 给自己有女儿也可以给女儿弄 全家一出来夸 如果你要是呢 那个还有点兴趣的 可以把你老公也拉过来 给你老公也涂化 哈哈哈 不止这个样子 你记不记得那时候 Gavin Newsom的那个叫什么 French laundry的那个事件 当时也是所有地方都lock down 然后说哎呀你不能跟你亲属见面呢 你不能怎么怎么样啊 结果好了 他一堆朋友又不戴口罩又不啥的 就跑去French laundry 跟他一起吃饭的 还全部就是建议他要全面lock down的 这例子简直太多了 还有什么旧金山市长啊 不戴口罩去夜店 奥巴马去参加400个人的生日派对 是他自己的生日派对 他自己办的生日派对 全部都是做了一堆 违反自己的政令的事情 简单说就是创造了一堆规定给人民 然后如果人民不服从的话 就被抓起来批斗 但是自己却可以享受原本的自由 那我记得最清楚的 就是那个CDC的官员 他就是说 全国的人必须要待在家里 不能坐飞机 全美国要封城 结果他在录影的地方是墨西哥 他带了全家去墨西哥 坐着私人飞机去参加婚礼 然后还有度假 简单说就是 创造了一个贵族系统 对于我们这些一般的老百姓 有一套规定 但是对于这些掌权者 有另外一套规定 我们说回这个AOC 他就发了一个推特 他说 哎呀 共和党人都生气了 都开始骂我了 为啥呢 因为他们生气 没有办法跟我约会 有一堆的媒体就在那边说 共和党的人呢 就是 嫉妒他 羡慕嫉妒恨 我爱你 但是我得不到你 我就要毁了你 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那个思维方式 骂他的人都是酸葡萄心态 就是说你是羡慕我 嫉妒我 所以你恨我 因为我这样的高度 你达不到 那这样这个逻辑思维 其实还蛮奇怪的 但是蛮奇怪 它其实也是非常常见的 像那个Tori Butch 就是刚刚才讲过那个 然后我们之前新闻也有报告 他一直在提倡Defunded Police 结果在两个月内花了八万块钱 找私人保镖 他花钱保护自己是应该的 对不对 认为他虚伪的人就是白人至上 种族歧视 希望一个黑人的成功女性去死 那前纽约州的这个州长的这个 性丑闻也是一样 Andrew Cuomo 他还是说就是我就是这个样子的人 对不对 我就是意大利人 我对每个人都这个样子 我叫很多女生都叫Bella 对不对 Bella Ciao 我这些东西对不对 我对每个女人都这个样子 那些女的就是因为嫉妒我 然后又不敢承认 所以才指控我性骚扰 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 就说这到底是一堆什么逻辑 就这些人办错了事情 被人指出来 他们不去承认自己的错误 反而指责别人说 哈就是因为我太优秀了 所以你们都嫉妒我 你们就恨我 这是一个典型的受害者的心理 那这个受害者的这种心理 其实到处都是 因为人永远都会要帮自己找理由和找借口 哪怕我自己做的不对 你可以完全掩盖过去 不看就是我做的就是对的 我这么做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 他会搞出一大套的外力邪说 来为自己的这些东西来辩护 你会有这样子吗 我会有 你会有 我会有 我也会有 大家说什么 男生基督徒不应该戴耳环 不应该留长头花 其实我也知道 但是我就是戴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 因为我这样子好看 因为大家可能没看过说 他真正短头发是什么样好 我看完那照片之后 我真觉得说你现在这样就好 哈哈哈哈哈哈 你知道有很多正常男生 就是安眠就是比较大众的了 那个大家都会采用的一种外形的方式 你是不是就是 你是不是嫉妒我 你是不是 你看这就叫受害者 那当然这种心理我也会有啊 就是因为好像说 别人的意见跟我不一样 然后我听到了之后 我觉得难以接受 所以我就觉得被冒犯到 然后我首先第一个反应就是会生气 那当然在信主了之后 慢慢慢慢的会去调整 希望这一方面可以改善的越来越好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很需要被注意到的一点 因为其实太多人都是这个样子好 就好像我们可以看到 啊很多华人千辛万苦跑到美国来啊 对很多人放弃他们在本国的那个工作呀 房子卖掉孩子退学 要处理很多的事情来 然后跑到美国来 落地了之后 赶快就去办一个什么 呃那个政治庇护啊 要不然就是宗教庇护啊 哪怕根本就没信主 那很多人也是因为这种信了主啊 所以去了教会 结果来了之后呢 领一大堆的东西 那个说哎 社会福利 社会福利啊 那些都领领什么白卡呀 领那个食品券啊 等等等等的 哪怕自己其实经济条件是很不错的 还是会去领这些东西啊 一边领 然后给孩子塞到学校里面去上学 然后天天骂说 美国真不好 嗯 美国怎么有地呢 那什么什么什么 美国完了 美国不行了 美国怎么有地 美国对我不好什么什么的 我认识很多台湾人 哦 就他们就是一心觉得说台湾是最好的地方 然后呢 台湾 哦 又方便 台北人怎样多好 然后台湾的那个捷运啊 怎样怎样怎样之类的 然后呢 美国这个地方你看 又脏 然后呢 美国人又笨 然后什么 反正就是把美国说的一文不值 在这边骂美国不好 但是他回去的时候 他又很爱装就是 哦 我刚从洛杉矶回来 哦 我是从美国回来的 哦 我从小在美国读书 然后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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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类的 简单说就是把自己讲的不一样 就我的经历跟你不一样 对 同时又在批评说美国很差 然后美国的什么福利不好啊 然后台湾多好啊 台湾有全民健保啊 各方面的 我作为一个纳税人的心里 我觉得这些福利真的是 要给那些特别需要帮助的人 给的 而不是说一堆就还挺有钱的人 然后拿着什么LV的包 来了这边还要领那种视频券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应该 但很多人他们那个心态就说 哦 不要白不要啊 为啥不要啊 那我看到很多在老人院的老人 嗯 他家其实是百万民屋 但他把所有的东西全部过呼到他儿子下面 啊 所以他就变成低收入 对 然后他就可以去领百卡啊 然后去做有那些福利 很多很多是这样的 对你问他们的话 他们就说美国不好 美国有好差 然后呢 美国这边的种族歧视 等等的就是所有左派在说的那些东西 对对那其实呢 像这种受害者形态呢 对我们整个社会来讲 或者是对基督徒 或者这样一个发展来讲 其实非常非常严重的哈 左派或者你就从属灵层面来讲 你就是撒旦就好了 他是一定要把人的这种受害者形态给建立起来的 左派现在也一直的致力于把我们的下一代这些小孩子全部都建立成受害者形态哈 那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发起很多的社会运动 比如像BLM 一堆受害者形态的人 对吧 然后像LGBTQ 这些变性同性的人 一大堆受害者形态的人 包括像现在学校也加入到了塑造受害者形态的这样一个行列里面 像这个加州啊洛杉矶学区啊圣安娜学区啊 还有Sacramento联合学区啊等等等等 好几个学区哈 都取消了什么呢 取消了D和F的评分 啥意思啊 就是美国评分不是ABCD吗 那当然有什么A加A减等等等等的啊 他就按照这个份来评的 那D跟F F就你就挂了嘛 就等于你挂科的你费了了 然后他就是D跟F呢 现在这个评分就取消了 所以你的成绩单再怎么也不会太难看 因为你最差最差也就是C C就是70分嘛 70%是C减吧 C减 等于说就是你的成绩再差也有C 就哪怕你考了20分他也给你70 对 等于说你就是不用考试 对 你不用考试因为不存在卦科 对 你不会被挡 为什么还要上学啊 你可能就登个季 你只要登个季 你可能人永远都不要出现 然后到最后你也是以70分毕业的 对啊 好像还不错啊 那还有像什么那个不光是这个加州的学区啊 Virginia州 Arlington县他们现在提出一个提案来 那提案就是让大家一起合计说这事看能不能过吗 说这提案是什么呢 就是取消作业评分 就你不管做的啥作业老师都不评分了 就是取消嘛 你没有分的嘛 啊那那也就是说我第一名跟到底都一样 因为不评分了啊那什么取消排名 你考完试也不排名了啥都没有了 别说考试的考试规定说可以怎么样呢 重考无数次 加州这个东西是真的已经在实行了 Virginia这个是一个提案啊 现在你你看只要有一个人带头 其他的就很快就会跟上了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看说培养出来的下一代 到底是什么样的下一代 你觉得这个问题是存在一个什么问题 呀我觉得真的就是像你那天播的新闻一样 就是一定会完全失去竞争力 学校是一部分 出来社会之后就是另外一部分了 老板给你工作的时候 他是对你有一个 expectation 一个期望的 你没有达到他就把你开掉 那到了最后可能就变成 我们这边所有的高中毕业 还有大学毕业出来这些人 完全没有任何的竞争力 完全不知道怎么竞争 我打个比方啦 像说我讲台湾当立 台湾很多的年轻人会认为说 老板对他们不好 老板给他们的薪水太低 然后老板就是压榨他们 但其实是他们没有这个勇气去跟老板讲 你去问他们说他说 敢不敢叫老板帮你加薪 不敢啊 我不要啊 为什么要那个老板 应该自愿的帮我加薪 which doesn't work that way 你如果说你要什么东西的话 你一定要自己去争取 这就是事实 那么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事情 这样的教育出来的人 基本上就会完全失去竞争力 因为你从小到大 你不知道什么是competition 然后你觉得什么东西都应该要一样 如果有任何东西不一样的话 你就觉得是对你的不公平 那世界就是不公平的 人生就是不公平的 我天生长就是比cobie bryan 我天生就是不能进NBA 但是你刚才讲到说那个找工作 还有什么工资的这个事 我觉得的确是在这个方面 我觉得每个人真的要有认清自己的 这样一个方面吧 就比如说像我刚刚毕业的时候 我也会觉得不高兴啊 我就觉得那个工资不够高嘛 但是你现在一回想来 就是你刚毕业你还要怎样 对 就是你就是一个刚毕业的 然后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这样一个人 然后你学校学的东西 并不能百分之百的应用在工作上 你来了之后就是很多东西要重新学 你在上学的时候 你有很多在学校学的东西 有应用在你工作上面吗 不读 我也是 我读服装设计 然后呢 我在学校学的东西 基本上跟我在职场上面用到的东西 几乎完全不一样 对 所以我觉得像学习这个东西 应该就是主要是锻炼你学习的能力 就是你接受一个新的事务 你学的有多快 你配咖啡有多快 然后你要怎么应用它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哈 那当然了就是刚刚毕业的时候 都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现在仔细一回头去想 就是说你当时提出的工作量 你值得多少钱 你不能一直要求说 我要很多钱 我要很多钱 这个不会 那个不会 啥都不会 一问三不值 那你觉得你值多少钱 我觉得这个是 每个人都是应该正视自己的那个 就不能老想着说我自己要拿好处 问题是你值不值得 然后你对公司产生了有多少产量 你值不值得拿到这样一个钱 所以我们还是经过这种竞争一直上来的 也就是说我小的时候就一直在竞争 一直在竞争 但是也是会有这样的心理啊 嗯 所以就是你说如果像这样的下一代的话 他没有什么一个评分的标准 也就是你不去学校 你都可以70分毕业 嗯 那你就觉得70分就是一个我应得的分 对 这就是值得我一个报名 虽然我委屈 但是我就是值得这样子 呀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东西 各位可以想象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不开心 然后有这么多年轻人在职场里面 然后会就是有这么多的问题 其实跟整个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对 像说大学有这么多的大学 毕业出来这么多学生 在学校的时候 那个council会跟他讲说 哦 这个industry有多棒 这个industry一共有多少多少钱 你不用害怕你找不到工作 但是他毕业了之后 事实就是真的就是没那么多工作 对 社工就是这么多个人 这些人进去的时候就是抱着这个想法 就想说我会变成那个样子的摄影师 但出来的时候根本就不可能 完全不符合市场的时候 他们就会觉得说是这个世界有问题 对 是这个社会的问题 不是因为我不好 我有这个degree 然后呢 我什么都好 我今天都ok了 但是这个世界 没办法给我这么多钱的时候 就是这个世界的问题 这个就是创造受害者心态的这个第一步 哎对 所以AOC为什么跑又当国会议员了 他最开始的这个理由跟原因 也是因为这个样子 因为他觉得这个社会是不公平的 他值得更好的 但是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没有办法给他 那就是社会跟世界出了问题 并不是他自己出了问题 所以像受害者心态呢 啥事都怪别人 自己就最好 自己就最棒 觉得所有人都欠他们的 都是对不起他们 做任何事情我都是有理由的 我都是应该的 而且我是有权利去指使你 去压迫你来这么做的 其实左派要做的事情就是不断创造这些受害者心态 而且不断的把刚强的人消灭 人如果靠着神变得刚强的话 人如果靠着神得到自由的话 政府就无法控制人的生活 因为人不需要政府 但是如果说人变得软弱 变得无助 变得认为自己什么都做不到 无法在这个世界上竞争的时候 那么人就会自愿的把自己能成功 自己能独立的权利交给政府 祈求政府帮自己得到自由 这些人会不断的帮自己的失败找理由 不断的帮自己的过犯罪孽邪恶的行为找理由 只为了证明他们没有错 而且他们是正义的人 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是正义的 而且也希望自己是个好人 但是真正可以把好人跟坏人做一个分别的方式 就是问自己是想要在神的眼中做一个好人 还是在人的眼中做一个好人 这个样子我们才可以有机会来反省我们自己 然后自我挑战 认罪悔改 让自己变得更好 只想要在人的面前做一个好人的人 就会变得越来越虚假 越来越伪善 越来越恶心 越来越左派 之前有一个人在留言板上面说 你们基督徒脱离事实 因为圣经上面说你们要脱离世界 不要变得跟世人一样 所以说他认为说基督徒就是一群分不清楚事实 还有是非对错的人 但是事实就是 只有假冒伪善的人分不清楚男女 只有假冒伪善的人认为说 家庭不是一夫一妻 只有假冒伪善的人认为说男人可以变成女人 女人可以变成男人 只有假冒伪善的人说 我定下来这些口罩的规定 是为了你好 只有假冒伪善的人会想要使用他们的想法来控制你的生活 只有假冒伪善的人才会一天到晚认为自己是个受害者 每一个都羡慕他 这个就是AOC作为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 那是像刚才你说留言板上那个朋友 其实很多人包括很多基督徒 就是我们讲的东西他们都是没有办法理解 都是没有办法消化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大概读圣经就是像读故事一样子吧 好就是那个大概了解到说 谁跟天使摔跤了怎么怎么地了 创世纪什么什么 就把它当成一个故事来看 然后就说那基督徒要做个好人 基督徒的嘴里一定要说出好话 就是然后一定要见到所有人要鞠躬 然后说弟兄姐妹平安 然后笑呵呵的 然后跟大家一起聚会吃饭 这样就是一个基督徒的样子 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样式 其实并不是 其实整个你说圣经里面 或者是神传递给我们的信息 最重要的是神的律法 神的道 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神的道跟人的想法冲突 其实是完全完全正常的事情 因为你如果要是你 本来自然的想法 你就跟神的道真实的吻合的话 那我们根本就不需要神了 那你就耶稣了 我们不需要神了 我们也不用圣经了 因为神说的啥 你都完全同意嘛 那你要圣经干嘛 那这世界上还有罪吗 就不会有罪了 因为人的想法跟神的道 都完全的吻合嘛 那一切这些东西都不需要了 那我们就已经是过得在天堂的生活了 因为每个人的想法就是神的道的话 所以神的道跟人的想法冲突 或者是让人觉得被伤害 让人觉得被得罪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 因为我们已经在世界被浇灌了那么多东西 哪怕是说我们的父母 他们的思想观念就是完全正常的呢 当然不是啊 当然不是了 因为他们也是在社会里面 然后一直这样摸爬滚打起来的 他们的观念 而且很多就是父母要是没心主的话 他们根本就没有接受过圣经的教育 他们也没有圣经价值观 就跟他们这样讲 所以他们就会认为说 我认为的就是对的 所以神的道跟人的想法冲突 是完全完全正常的事情 但是我们要在这个里面学会是什么呢 就是知道我们的想法 我们天然的自然的想法 还有世界告诉我们的 包括你在学校里面学到的 很多东西都是有问题的 很多观念都是有问题的 如果神的道跟你的想法冲突 让你觉得不舒服 这个正好是一个 你可以体会到差别的这样一个机会 然后你可以有机会去思考说 哎 为什么这样 然后你会去钻研这个问题是什么 到最后会明白说 神的道说的就是对的 原来我以前的想法是错的 所以这样一个过程 其实是一个 蛮辛苦的路途吧 你说简单也不简单 因为很多人就是没有办法接受自己就是错的 每个人都觉得说 哪怕是极苦 觉得说我就是跟神站在一起的 我所有的想法就是神给我 但其实不是 我们里面有很多老我的东西 我们要把这个东西 剥离 跟神的道完全分开 然后把这个东西 丢到火坑里面去烧掉 然后我们要 让完全神的道来 把我们的思想意念摆正 所以圣经里面 跟我们一直在提 一直在提啊 不光是说那个你说那些圣经人物 或者怎么样 神就直接讲 都讲了好多好多次 说怎么 我们要反省自己 反省自己的意思就是 不要把自己的所有前提都认为说 我就是对的 反省自己是 你要去想你做的事 到底是对的 还是不是对的 那就好像说 这个诗篇啊 119篇59节 在这里说说 我思想我所行的道 就转步归向你的法度 啥意思呀 我得想想 我这思想行为 我的意念 我做过的事 你看也不对 这哪是神让我做的呀 所以我转步归向神的法度 好 那些耶利米阿里作三章四十节 这里也说 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 再归向耶和华 啥意思 你先自己去反省吧 想想说你的这些行为 你的思想一年 你说过来话 你之前做过的这些事 对所有人 你先去考察你自己的行为 然后你再转向耶和华 转向耶和华干啥呀 认罪悔改呗 我做的不对了 我跟神的要求不一样了 对吧 那像以西节书十八章二十八节 也是这么说 因为他思量回头离开 所犯的一切罪过 必定存活 不至死亡 啥意思 怎么才能活 怎么才能不死 要先思量 要先去思考 思考完了之后 做了一个决定 说啊 我要回头离开 所犯的一切的罪过 然后我转向神 我就一定会存活 不至于死亡 你看哈盖书一章五节 这里也说 现在万君之一和华 如此说 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 你看说的多直接 神就告诉我们说 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 不是说我们受洗了 我们就做的一切事都好了 不光我新主十年二十年 我做的一切事 就完全符合起来 那肯定不是 那像这个哥林多前书 每一次就薄饼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 拿这个境界来说 哥林多前书 十一章二十八节 这里说说 人应当自己省察 然后吃着饼 喝着杯 就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 你怎么样 你先自己省察 省察你自己 然后想到耶稣基督 为我们一次的献上 然后吃这个饼 喝着个杯 那像这个启示录呢 二章五节 这里神也告诉我们 说所以应当回想 你是从哪里坠落的 并要悔改 行起初所行的事 你若不悔改 我就临到你那里 把你的灯台 从远处摸去 这个是启示录 就是未来会发生的事情了 然后神在这里面也讲的 非常非常的严肃 所以你说受害者 这个心态的这样一个东西 是非常非常害人的 而且是非常非常隐藏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的一个小东西 如果要是不悔改的话 这会酿成很大很大的问题 但是呢 神也说了 说就是因为我们有软弱 所以我们才要靠着神 那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到十节在这里说说 他对我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我为基督的缘故 就以软弱 凌辱 急难 逼迫 困苦 为可喜乐的 因我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所以每个人都是软弱的 有这样的问题是很正常的 但是如果说有这样的问题 不去省察 不去自省 他慢慢慢慢 最一样的就发酵了 他就变大了 变大了之后 你就是非常会那个自以为是等等等等 这种东西就会占据你的心思一年 哪怕你外表装的再像基督徒 哪怕你介绍大家 你在喜乐 你在乐和 然后说大家好啊 大家好 你心里还是有这样一个东西 就没有办法完全的走向 让你走的这个道路 所以说真的 像AOC这样的人 在每个人面前都说他是好人 然后他很棒 他都是为了别人好 他从来都不在乎自己 他只在乎别人 那就是因为 他只想要在别人的面前 看起来是个好人 对 然后所以说 我们当基督徒的话 我们要在乎的 不是我们在别人面前是什么样子 当然也要在乎 就是不要让别人跌倒 不要让别人跌倒 然后要彰显神的荣耀吧 对 然后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不是为了得到很多人在帮你拍手 然后很多人帮你鼓掌 很多人说你好棒棒 我们要做的事情 是要让很多人可以说神好棒棒 然后可以帮神鼓掌 然后可以去认识神 对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 其实人呢 有很多流言蜚语 这个东西也不用太刻意 因为你自己做了什么 神都知道嘛 所以那个有时候我们也在节目里面说 说我们做的很多事情并不是对人负责 而是直接对神负责 如果在神那过关了 那就是过关了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你有没有认识这样受害者心态的人呢 或者你觉得你自己的身上 有没有这样受害者心态 这样一个影子在你的身上呢 欢迎大家在下面评论区跟我们留言 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讨论 说这个受害者心态 你在生活中见过什么样的人 你有没有被受害者心态 这种东西给挟制住 有没有打算要怎么做 然后get rid of it 然后还有呢 在这里跟大家讲 说如果要是我们这个 买了我们12门图机以上会员 大家快来领杯子 已经很多朋友来跟我们申请领杯子 来跟我们发那个email 欢迎大家来发email给我们 欢迎大家来发信息 来test给我们 都可以 然后让我们看到 我们就会把杯子免费的寄一个给你 如果大家要是觉得说 这杯子真不错 正义的味道 人人都想来一个 欢迎点击我们的链接 可以来购买 然后呢 这个已经订了的朋友 千万不要着急 现在已经跟我们说的朋友 不要着急 我们还没有发货 为啥呢 因为我们订了杯子外面 一个杯子外面 不是得包个盒吗 对吧 盒里面不是得塞点东西 让它忧的时候 不要撞来撞去撞碎吗 那盒还没来 订了挺多天了 还没到 杯子到就在这个地方 但是 杯子走得到了 盒还没到 所以大家不要那么着急 等盒到了 我们就哗哗都给装好 然后马上就给大家发出去 大家千万不要着急 然后有什么信息 可以在下面留言 让我们知道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祝大家有一个 非常愉快 开心的周末 这个周末呢 也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来跟神来醒他自己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一件事情 那祝大家 开心 愉快 然后吃饱饱睡好好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藤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大家好 我是大LA神奇快讯主播 Danny 以下为大家播报一则 社区活动消息 您家有青少年是篮球高手吗 或想让球技更上层楼 2022年1月8日开始 每周六下午 由角生社区中心主办的青少年篮球会春季训练班 欢迎8岁至13岁青少年加入为期18次的集训 训练地点于Boys and Girls Clubs of Pasadena 查询详情请恰626-286-2600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